人類自從工業革命之後 塑膠這個東西的研發成功了 因為塑膠帶給人類 許許多多的方便 但是對於這些生物來說 可都是一個巨大的傷害 簡直就像一個殺手一般 可是最近有人說 有個東西可以取代塑膠 你覺得什麼東西 能取代塑膠呢 是 立剛 我們人類一直在追求新的物質 我們希望它又環保 然後又能夠結緣能源 又不會造成環境的危害 對不對 你看現在這個物質 你看 這物質看起來 你看 就是像磚頭一樣的 連那個不鏽鋼罐都被它敲破了 很堅硬 整個敲凹了 立剛 你覺得像這種新的物質 它是什麼東西做 那一定是合成的 合成的 大概是什麼東西 可能是金屬跟塑膠合成的 看起來有點像磚塊對不對 對啊 你想想看 他這樣都可以把那麼 一個大的保溫杯敲成這個樣子 他一定非常非常的堅硬 我跟你講立剛 你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做的嗎 什麼東西 它是這個東西做的 不對吧 你這個 這個叫做香菇 這就是香菇 就是香菇 香菇 如果你用你一捏 你把它一捏不就碎掉了 一捏它馬上碎掉 它非常軟 我如果現在把它這樣一捏 它就泼了 就沒了 你跟我說它可以敲鐵 是 你會覺得這麼軟的東西 可以做成那麼硬的東西 不可能的是不是 我一定在胡說八道對不對 但實際上 我告訴你這是真的 當然它不一定是香菇 可能是蘑菇 反正各種菇類 它都可能會做出非常堅硬的原因 而且它未來會有什麼特性 你知道嗎 不但堅硬 而可能防水 可能防火 各種材渣都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它又輕 不會吧 光香菇 就可以做成這樣的東西 是 我跟你講 第一個 菇類有一個最明顯的特性是什麼 什麼特性 它生長非常的快速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菌絲體 放在那種軟木穴裡頭 你再放了 五天之後它就會開始長了 越長越快... 你看一下又長一大包 我我跟你講 是 剛剛我看到很多磚頭 是 那些全部都是菇類做的東西 那都是香菇做的 全部都是這樣 香菇可以做出那樣的東西 可以做出這樣東西 可以做出這樣東西 是 牆壁都可以這樣用 我跟你講 它的硬度 至少堪壁磚頭 甚至還可以更硬 可是問題重量應該 沒磚頭那麼重吧 我跟你講 當然輕 因為它其實只是菇類 因為是香菇 它菇類把它乾燥之後 變成結果 你知道 所以你看 可以坐成椅子 沙發 什麼都可以坐 你看那個狗狗站在上面 一步站得很舒服的樣子 因為它又輕又方便 搬運又容易 我跟你講 立剛 它最重要的一個好處是什麼 什麼好處 它除了生長外又輕之外 它是有機物 所以它可以直接 你把它丟掉之後 它就會直接消失在大自然裡頭 它會直接分解掉 那我問你啊 那如果說我肚子餓的時候 是不是能拔下來就直接吃了 我是不這樣建議啦 因為它去凝固它的時候 應該是有放一些其他的物質 應該是不能直接吃的 從頭到尾就是個天然的東西 是 它就是一個天然的東西 不像我們塑膠 都是石油裡面去練出來的 那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不是未來 就可以取代塑膠這些東西了嗎